民眾行進路口 抬頭一看不得了 捷運高架上竟然狂噴火花 只見大量火花 不斷從上方落下 接觸地面時不停噴炸 發出呲呲聲響 民眾嚇得錄影PO網 直呼捷運上面 是不是有人在玩仙女棒 這很危險啊 如果是這樣的話 半夜車子開過去不是很可怕 他們施工一定要做好 就是在路口 萬一有人經過的話 不是也是很危險 這是很多 侵然也很多 他們是易燃物 那不就是慘了嗎 恐怖噴火地點 就位在車來車往的 北市復興北路五常街口 原來上方正是連接 中山國中站到 嵩山機場站之間的 捷運文湖縣 只是好端端的怎麼噴火 讓民眾都很好奇 我們在鎮頭的焊接 在鎮定的焊接 最早就下來了 很好 讓它降下來了 原來31號凌晨 北街維修人員在執行 中央走道格柵改善電焊作業 雖然事先已經鋪設 防火毯等安全裝備 防止火花掉落 但仍有部分火花 從網狀格柵縫隙掉落路面 我們未來執行 這一類型的作業的時候 將更加強防火團 跟遮光棚的配置 同時派員在軌道橋樑下方警戒 捷運軌道驚悚噴火 所幸沒人受傷 否則一不小心火噴露人 這公安問題後果恐怕 不堪設想 記者楊中盛 黃玉蘭 台北採訪報道 這台水神生成機 它只有一個飲水機的大嫂 盡望水神生成機 讓防疫日常變得更方便 更安心 水神生成機在哪裡買呢 來 中天的觀眾朋友 粉絲朋友們 你們獨家享有這個好湯 請你上快點購 數量有限 你要買要快